而让人摇头的这思昌寮居然还可以成为家传的事业 嘉义市警方查获一处思昌寮 他们发现其二十年前这家思昌寮也被查获过 而现在负责人是从妈妈转交给女儿来经营 但是里头的城市完全没有变 还是用火炉烧开水给嫖客洗澡 远景到当地查查的时候说 这好像电影《芒格的年代》 变异行警找上门 突破这个位于小巷洞里的思昌寮 映入眼帘的就是十分老旧的木板隔街 以及脏乱的床铺 里头卖淫的思昌还大声呛警 这个思昌寮的外观只是木造低矮平房 又隐身巷洞内一般人根本不容易察觉 里头设备简陋 甚至还用古早时代火炉烧开水浸身的做法 宛如电影《萌甲》的年代 二十几年前我个人去查获过的 城内摆设都一样 跟二十几年前都一样 他因为要还钱负债 或者跟他妈妈平时的一个安养费用 所以不得不才在重抄旧位 二十年前就被查获过 如今警务依旧只是吸引者 从母亲转为女儿接受 这样的家族传承也让两个世代全都吃上妨碍风化的官司 我给你打开水浸身的